台南市长参选人严纯佐今天举行麻豆官田后援会成立大会 麻豆后援会由麻豆民主协计会创会长陈明兄担任会长 官田后援会由官田工业区厂商联谊会理事长曾国喜担任会长 严纯佐重申自己最适合接棒赖清德人选 陈明兄表示从他长期的政治经验与观察 认为最适合担任台南市长的人就是严纯佐 在12年的副首长经验最了解大台南的市政也最有疼惜市民的心 但是严纯佐的曝光率比所有参选的立委少 因为立委都参加政论节目知名度较高 在民调上对严纯佐非常不利 陈明兄说以往都是民进党初选胜出的候选人才支持 但是此次在初选阶段就站出来担任后援会长 希望在麻豆这个民主胜地支持严纯佐医师参选台南市长 为台南选一位最好的市长 市议员王俊涵也到现场立挺 严纯佐表示 昨天参加民事电视辩论 提到前瞻基础建设计划有关水环境的部分 对于麻豆一咽水的问题 未来担任台南市长要马上执行永续的改善政策 产业发展与就业问题 将延续行政院长赖清德规划好的麻豆工业区开发 并将在西北设立大专院校的分校 让学子可以就近在家乡念大学就业 议文方面则提出将在玉井麻豆家里设置室内议文中心 不仅产业经济均衡在文化观光也要进行 均衡发展的计划 未来中央将会寄住许多的资源建设台南 所以需要一位真正有市政经验 正派清廉的人选 严纯佐佐二成立麻豆观填后援会 图严纯佐服务处提供分享 严纯佐佐二成立麻豆观填后援会 支持者挥舞旗帜 图严纯佐服务处提供分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